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受危害 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 那我们本院在去年 去年也提出了197条之一 第二项是针对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董监事 以其股份设定职权超过选任当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二分之一的时候 其股票原有表决权受到限制 但是这个条文碰到了两个挑战 有很多的大股东 虽然他职权超过他所有公司股份的一半 基本上他应该要受到限制的 但是他只要在开股东会的前一天 抛售他的股票 处理他的股票 他一样可以以大股东的身份来继续参选 所以我们去年197条之一这个提案形同聚稳 那么公开发行股票公司的董监事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处理 就是说他可以将他原持有的大多数的股份移转给他的配偶 他的未成年的子女 或者是改成利用其他人的名义持有 并将这个所持有的股份设定职权 那么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的董监事保留在自己的名乡 所以他在公司里面还是大股东 还是大股东 所以我们既然在去年就限制了股东 如果职权超过一半 他所超过的这个部分的权力应该予以限缩 做了这样的一个限制 还是没有办法去制止 没有办法制止 所以本习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限制限缩的这个部分呢 再扩大到拥有公司股权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算是一个大股东了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股东 是重要的一个股东 也应该说到这样的一个相关限制 这个不当然是道德劝缩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我们不反对他是财产权的一部分 我们也不反对他们所谓的这个资金的操作杠杆 我们都不反对 但是我们要管理 我觉得要透过管理来让众多的小民股东 能够得到一个基本权力的一个保障 本期主要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这些 那同时也跟大家简单的说明 我们在去年191条之一这个规范 今年就要开始实施 但是我今天手上也看到了一些数据 有一些公司 他的这个直资比 就是他值权在外的 有一些公司是根本就高达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直接 但是他的原公司还是有呼哄唤语 这个操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力 这个对于社会公平正义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透过所谓的杠杆操作的几个案例 过去 被掏空的例子 都有直射 超过一半以上 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百分之百的状况 当然我们不是说 只要他的直射比超过五十或是将近九十一百 就一定会有掏空 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例子 包括太平洋电缆 电线电缆案 博达案 利大案 华侨银行掏空案 瑞浦掏空案 训谍掏空案 东地市案 通通都是高纸笔的一个结果 最后就导致了公司的一个被掏空 所以防止这些以维护 这个众小民权益 特别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特提起180条修正案 是上座民